小西安岭的冬季非常漫长 一年当中至少有六个月的时间 是被冰雪覆盖着的 对于以农业为主要来源的人们来说 最好的选择是在暖和的房子里 度过着寒冷的冬天 然而黑龙江省黑河市新生乡的年轻人 却并不愿这样 他们更喜欢在雪地里一蹶高下 因为他们身体里流淌着的 是猎人的血脉 他们是我国唯一一个 还保留着传统狩猎习俗的厄伦春人 净历和摔角 这些体育项目 都是厄伦春人的传统比赛项目 这些都有助于他们狩猎士与野兽进行搏斗 然而这个冬季他们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要去附近的河里进行捕鱼鱼 刘文通和杜光是新生乡打猎和打鱼都十分有经验的年轻人 每年这时他们都会到刺尔滨河里去拉网捕鱼 新生乡在小西安岭山脉北路 周围环绕着刺尔滨河和索尔齐干河 这里栖息着许多的野生洞 纵横交错的河流里也有着各种鱼类 为以自然为生的厄伦春人提供着丰富的衣食支援 然而由于前些年有人在这里淘金 河水遭到了严重破坏 打鱼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厄伦春人只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下往 才能够有所收获 水库和大河的接口处大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水是 大河的水是流动的 它的氧气比较充足 在一个大河的接口处是 它的水比较深 它鱼比较爱在这个地方待 按这个来判断去下往 下往往以后一般是 这个时候如果下往 我们最起码 最起至少是一个星期以后去往 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预期是多少 一七一八那是三百斤左右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雪地奔驰 刘文通和杜光带着大家 来到距离新生乡二十公里的一个河段 河面上有一大块已经被人清理过积雪 盐保利和墨建决定在这里进行凿兵补 J 决定在这里进行凿兵补 没有积雪的地方 河中心河这里 又会有什么区别呢 有雪盖着这个冰它薄 原来这个往哪边下往都可以 这个这属于中间 如果按照俄伦春族传统的捕鱼方法 杜光和刘文通要在冰面上 打出很多个冰窟窿 所以选择冰层薄的地方 会让它们事半功倍 这里的冰层果然很薄 没打几下 清凉的河水就顺着空隙 慢慢渗了出来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然而正在大家感到庆幸时 新的问题却出现了 冰层薄的地方早起来非常省力 而且这个冰眼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他们又为什么要放弃呢 那个水一泡冰上它就不太炸了 这个一桶它一炸开它就好往下 沾上水了就那一个眼 也够你打一会儿的 更比这先打的还慢 原来打冰窟窿 是要借助冰容易破碎的特性去打 要是还没有把大块冰清理出来 冰面一旦沾水就很难破裂 有了先前的教训 大家都知道 打冰眼要一点一点地 先把上面的冰敲碎 然后将碎冰清走 最后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冰石 才将其捅破 这样即便沾水 也不用费太大的力气 厄伦春人最适合在大自然中生存 自然间的一切 都可以成为它们生活来源 和生产工具 这个木头这棍是多长 离多远就打个眼 好了这个木头 给那边穿进来 往后给这边拽出来 后边绑着网钢绳 把这绳拽出来 拽出来完了再往前打眼 然后再给这个眼 穿到那边发出眼的 那边再把这木头拽出来 把这绳再绑上 又拽过去了 一点一点保 是不是往多长 然后就打多长的动作 对对 就打多远的 炒着啊 嗯 杜光和刘温通 所使用的这种捕鱼方式 是厄伦春人冬季传统的 捕鱼方法 它们平时主要以狩猎为主 捕鱼 只是食物溃乏式的 一种药衣补充 冬天整那个冰窟窿 冰窟窿这么大 整这么大的冰窟窿 完了整完冰窟窿 那水都出来了 那雨就往上出来了 那小雨这么长 都这么长 完了下完你再上那个 点点花瓶 你就往下出打雨 都过来了 完了就搞擦着擦 别捞上来 捏鱼 都这么捞到 现在没了 远先我们这翅兵河 这小河 都这么长的雨 这么粗 远先 现在没了 葛长云所说的这种情形 是1953年 厄伦春人刚刚下山定居时的情景 那时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狩猎和捕鱼也都很惊悚 现在森林资源在减少 刺尔滨河里的鱼也越来越少了 那么刘文通和杜光 能够打到他们所预期的300斤鱼吗 刘文通带来了5片50米长的瓦 而他们现在所用的木棍长度不足2米 要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打下去 恐怕到天黑也不能将瓦撒下去 此时的他们很着急 为了能够提高效率 刘文通决定让高红军到附近的林子里 去找来一根长一点的木杆 这样他们就可以少打很多个冰窟窿了 高红军找到的这根木杆有6米长 这样冰窟窿的间距就可以达到6米 会让他们省去很多力气 墨剑是第一次打鱼 这种传统的打鱼方式 他也是头一回接触 所以只能跟在表哥 刘文通的身边 冬季的小西安岭气温非常低 最低的温度可以达到零下45摄氏度 这时候出来捕鱼是非常艰苦的 现在村里已经很少有年轻人 能够像老辈一样进行冬捕了 小的时候和我爸爸 我爸爸他们那时候 这是那时以前吧 都有枪 春天出去狩猎 春天出去狩猎 主要是那时候过了防火期以后 青草一出来的时候 防火期一过 袍子什么的 那根木杆都在牌子上或者沟边 出去打袍子 和那根木杆已经早就跨开了 他们出去打围 我在家看家 带着小网 他们下好的小网 我把网起出来 摘下鱼来 回来他们做 我跟他们学 六个人齐心协力 将所有的冰窟窿都打好 接下来 要将那根六米长的木杆放进河里 然而让他们都没想到的问题出现了 是绝生 鱼东西了 鱼 这个木杆太长 根本就无法放到河中 冰眼之间的距离都是按照这根木杆的长度打的 如果这根木杆无法伸入水中 那么所有的冰窟窿也就不能用了 眼看着太阳即将下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吃吗 好吃的都是冷嘴鱼 刘文通和杜光一共在刺尔滨河里撒下了五片五十米长的网 如果河里有鱼经过这里就会挂在网上 为了可以多捕捕到一些鱼 刘文通和杜光决定第二天早上再来收网 第二天很早的时候 六个年轻人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河边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今天能够补到多少鱼 不过前一天下了那么多网 刘文通和杜光相信今天一定能够有很多的收获 此时所有人都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 怎么这么半天都没有 这片往上飞 来一点啊 操根 操根 大腿啊 不得了 把发 一条 十条 就这一条鱼算是第一网的收获 看来时间似乎有些短 其他的网也不会有太多的鱼 刘文通和杜光决定先回去 等过几天再来看看 厄伦春人以前的生产方式是以狩猎为主 1953年下山定居之后才逐渐转向了农耕 近年来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厄伦春人每年只有一次进山狩猎的机会 枪支每年也只发放一次 林业部门会根据森林资源的具体情况 制定当年狩猎的种类还有数量 实际上现在的年轻人狩猎时也很少使用枪支了 他们狩猎更多依赖于狗的帮助 kits确是怎么给他的替我 贝斯延传在竞里面有什么 贝斯延伸的时代 帮助 帮助 努力 帮助 努力 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经过了一周的等待 刘文通和杜光决定 去刺尔滨河里收网了 去的路上 每个人都在畅想 这一次的收获 然而当刘文通和杜光 满怀希望地 来到刺尔滨河时 却有一件 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这网上溜了 比较厚实的 谁啊 谁把网给溜了呢 网还没给你拿走呢 这还行 把网给这放着 嗯 这还挺放得起草的 还挺痒的 昨天晚上溜的 嗯 刚刚动一小团 这就算可以 把网把这边放着 这应该是死的吧 没少得鱼呢 还有血呢 这网上 让人没想到的是 杜光和刘文通 辛辛苦苦下的网 竟然被别人 收走了一网 然而让我们 感到意外的是 他们 好像都很无所谓 如果说他 他只是骑我一片网 没什么感优 很正常 有时候我们去也是 没有鱼吃 别人在这下网了 我们也可以有可能 挤他一片网 把网拽出来 他不祸祸你的东西 把鱼栽下去 他把网还给你放在那 他如果说他下不上 他把网给你高到雪上 他不至于冻毡上 他把鱼拿走 这样是一般在山里 也很常见 那不属于偷 只要不祸祸东西 就不属于偷 具体什么时候的规矩 不知道 反正老人的时候 就是那样 那时候恶主人可气了 那时候 打一个跑的 他全吞着 我们这恶主人 都能吃到 都分 谁家没有肉了 我们都没有 我爸他们那批的 都分了 见面分一半了 你要打两个跑的 那个没打到 保证给他托一个 给他了 谁家没吃的 没男老的 这个肉保证给他送去 刘文通和杜光决定 到另一个地方去收网 根据前一个鱼网的情况看 刘文通杜光判断 这里应该会有很多的鱼 今天的收获 应该令人满意 对于这一网 大家充满期待 罪吧 保好了 罪吧 罪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本的心理预期是300多斤鱼 可如今只收到了一个零头 每个人都感到非常地失望 墨剑主动承担起了收拾鱼的工作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家里很容易做到的事 在零下30摄氏度的野外 却变得非常困难 无论墨剑怎么刮 这鱼鳞就是刮不下来 在零下30摄氏度的野外 水在瞬间就会结冰 刚刚被网出来的鱼外面 已经结了一层薄饼 如果直接刮的话 是无法把鱼鳞刮下来的 刘文彤一边刮鱼鳞 一边蘸水 这样不但防止鱼 马上结冰 还可以顺利地把鱼鳞刮掉 这是他长期在野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夏天外面覆盖画树皮 在冬季覆盖上袍子皮 仙人柱的中央燃烧着篝火 既可以用来做饭 也可以供人的取暖 仙人柱上面往往是露天的 这样可以让烟从屋里排出 一切准备就绪 它们马上就可以煮鱼了 各伦春人喜欢吃新鲜的东西 刚打到的猎物 刚刚捕到的鱼 忙活了一整天 眼看就可以吃到一锅 非常鲜美的姜水炖姜鱼 可六个人却高兴不起来 杜光风趣地说 河里的鱼都放假了 赶小礼拜今天 没赶上大礼拜呢 大礼拜更得不着了 杜光的幽默 让大家的情绪似乎好了起来 他没有开始调侃这里年纪最长 却经常在打猎时迷路的高红军 你打小礼拜也拖吗 不拖 打小礼拜咋有拖的 这些大围的就他擅长打小礼拜 他经常被够 打小礼拜正常的 够的远的回不来 够的远 家门口的也住 火对于生活在高寒地区的厄伦春人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在哪 厄伦春人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祭祀火神 刘文通 墨剑和杜光这些年轻人 很想像老一代厄伦春人那样生活 他们也想保留自己民族的传统和文化 然而六个人整整忙活了一周 只网报了二三十斤鱼 每个人分到的鱼还不足五斤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 毕竟他们还要继续生活 那也那也那也 那也那也那也 拜登 别的 这 我 哪 哪 哪 这 我 我的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2009年国庆阅兵当中 有一支由直升机组成的双九机三角形编队 格外引人关注 这种编队在世界上极为罕见 而且编队中每架直升机的间距只有30米 复杂的天气条件让编队飞行时时处于危险之中 面对这样一个毫无经验借鉴的编队飞行 他们是怎样做到迷秒不差的飞过天安门 敬请收看揭秘九机编队上级 三角形编号